车子分为三类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对于盒子、进口还有国产的排名 大家也心里有数 大多数人认为进口车的质量更好 这样的说法有些太绝对了 在某些方面是进口车要更好一些 但是在另一方面 进口车就要水土不服的现象 恰好许多人都好奇一期奥迪和进口奥迪之间有什么差别 在请教了一位奥迪技术总监之后 我们总结了他们的区别和优缺点 首先看一下进口奥迪的优点 基础的就是大家考虑的质量问题 在相关链件供应方面 因为进口奥迪在进入市场之前 需要进入层层的审查 一期只需要通过公司审查 而且因为国内情况比较特殊 有些合作厂家被查之后 打点一下就可以继续供应 使得质量更好大家心中有数 另一个则是国产 可能会根据基础设计进行适应性调整 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原版进口减配来降低成本 比如说内饰可能会选择成本低 但是污染物高的材料 相比进口不利于车主的健康 其次就是进口和一起没有什么差别的部分 那就是在生产和零件的装配 恰好颠覆了大众的认知 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动配装 所以工人和相关的技术员工的差别 不会影响到车子的质量 甚至因为国内的生产线比较大 一期的精准率还要高一些 最后则是进口的缺点 因为它是根据国外的油品标准来进行设计的 所以在进入国内相关配置 与油品不适合导致使用寿命变短 严重的话还会发生邻居暴力的情况 一期和进口的产品基本上是上面提到的这些 大家如果选择的话 可以根据个人来看的侧重点和需求进行挑选 这些两者之间的差距不算太小 还是希望大家能谨慎一些 这些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上